很多的网友问我们 小改款的 CS5 什么时候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Mazda CS5 就是这款车的小改款车型是在 2021 年就已经在国外开始贩售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不过据说在明年的第一季 这一款车就会出现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小改款的 CS5 哎呦 没有油 要打油了 有什么一站推荐 哎呀 去 BH Petrol 啦 BH Petrol 的 Infiniti RON95 跟 RON97 可以有效的保护和清洁油嘴 降低油耗跟排放 提升动力 减少对人体还有环境的危害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首先这个 CS5 小改款是在 2021 年的年末正式发布 在外观上面进行了一点点小幅度的修改 首先就是那个很锐利的天使眼 LED 头灯珠 被更换成了比较类似像是 B&W 5 Series 这样风格的 LED 灯珠 至于在这个尾灯呢 同样也是有相呼应的设计 然后整体的外观设计呢 从非常的优雅变成了非常的大气点雅 其实这样的转变呢 我觉得是更适合 CS5 的 但是如果我自己有的选的话 我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个小改款的设计啦 因为那个设计还是比较年轻的 另外呢 这款车由于只是小改款车型的关系 所以它在车身尺码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轴距还是维持在了 2700mm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2700mm 的轴距 在目前还在贩售的 CS5 SUV 中呢 其实算是非常的大了 不过 大家都知道 Mazda 并不是以空间表现闻名 所以就算它的轴距是最大 它的空间表现还是非常的普通啦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一次 Mazda 为这款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白色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白色 其实这个白色跟我们熟悉的金燕魂洞红或者是魂金红一样 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制造 在光线充足的户外看呢 你可以看到这款车的白色是更为纯净 就好像雪一样的颜色 原厂表示这个白色的工艺 比起这个魂金红或者是金燕魂洞红更复杂 不过 暂时不知道这个颜色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如果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这个白色相信会是大家的首选颜色 真的很好看 虽然现行款在贩售的 Mazda CS5 是在2017年推出的车款 但是它的内装设计 你就算放在2022年看 它还是非常的好看 还是非常的时尚 完全没有过失的痕迹 这一次的小改款原厂则是在一些细节上面进行了升级 例如说之前这个 CS5的这个触屏主机只有7寸 现在的标准来讲是小了一点 所以原厂为它升级了 目测这个尺寸应该有8寸到9寸左右 除此之外 内建的系统也升级到了 跟这个全新一代 Mazda 3 一样的最新 MZD Connect 它的这个使用逻辑会更为迅速 界面也更好看 重点是没有意外的话 它会支援这个无线的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另外呢 这个数位化仪表也会出现在这个小改款的 CS5 上面 这个我觉得会让它整体的质感再一次提升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一款车呢 也会加入了一个全新的驾驶模式切换选项 这个在之前的车款是没有的 我没有记错的话 之前的这个 Mazda CS5 只有一个运动模式切换 但是这一次这个驾驶模式切换多了几个选项 所以可以让你的驾驶模式更多元 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来切换驾驶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主打运动化的 Mazda 应该要有的东西 这个升级我觉得是很好的 另外在国外的这个 CS5 呢 它的 i-Active Sand 主动安全备备也有进行了升级 它的 ACC 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叫做 Cruising and Traffic Support 也就是这个我们熟悉的 Stop Angle 功能 这个在之前的 Mazda 车款是比较少见的 原厂通过加强了这个处理器的运算 还有这个硬件的精度 让这个 Stop Angle 功能更加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马来西亚贩售的 CS5 是没有 Stop Angle 功能的 但是随着其他的车款 开始引进这个 ACC 之后 我们预测呢 这个小改款的 CS5 同样的也会导入这个 ACC 功能 毕竟泰国贩售的这个 CS5 已经有了 而且泰国贩售的 CS5 已经有了 而且泰国贩售的 CS5 是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的话 就说不过去了 只是有没有 Stop Angle 呢 这个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啦 而剩余的其余功能 像是前方跟后方的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偏移警示 自动紧急刹车 等等都会出现在这个 CS5 上面 OK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重点了 也就是它的动力配置 实际上在不同的市场 CS5 的这个引擎 跟动力配置呢 都有一点点的更改 例如说在美国 它全车系标配 All-wheel drive 至于在欧洲则是配备了 24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不过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们还是会维持一样的动力配置 因为毕竟 All-wheel drive 是每个人要 然后这个我国的排放法规 也没有那么严苛 所以24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也不是那么的需要 预计本地还是会提供 多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包括了2.0L 的 Sky Active G 自然进气引擎 2.5L 的 Sky Active G 自然进气引擎 2.5L 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2.2L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其中这个2.5L 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250hp 峰值扭力表现420Nm 所以相信这个版本的动力表现 会很出色 其实我之前也开过这款车的 Ovi-Ride 版本啊 它的动力表现虽然不像是 欧系车那样充满爆发力 但是日常驾驶的话 这款车的这个动力表现 真的是很爽 而且因为它大排气量的关系 动力储备非常的足 真的是在highway真的是 king 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的油耗表现 也没有那么出色 就算是高速公路用110巡航 你拿到的油耗大概也是10公里 1公升而已 Bro 你的车我帮你拍完了 不过你的车要没有油了啦 我又不懂你平常搭什么油 所以就没有帮你打到 哎呀 我打油当然是打DH Petrol啦 它的Infinity RON95跟RON97呢 达到了Europe 4M的标准 而且它的汽油还蕴含三大元素 第一个 改良的摩擦改进剂 第二 增强行俯视抑制剂 第三 优秀的累积物清洁剂 可以降低摩擦 停止公油系统生锈和保持性戒 给你更好的引擎动力输出 而且它的添加器比标准更高一倍的800ppm 可以给引擎提供绝佳的保护 哦 怪不得你只打BH Petrol啦 因为有那么多好处的 那我也快点去打啦 当然 因为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嘛 根据我们未确认的消息呢 这款车会在2023年的第一季在我国市场发布 除此之外 因为马来西亚生产的这个CS5 还要供应泰国跟菲律宾市场 所以相信呢 届时原厂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布会 让我们去看这款车 你是不是在等着一个小改款的CS5 如果是的话 那么你就不可以错过我们的频道 因为接下来如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